首先一定要感謝我們的證據士 還有感謝我們的所有的義工 感謝我們的業眾人員 所有的貴賓 所有的護法 我們這一次佛妻再加上兩天的法會 當然是一個非常殊勝的姻緣 在這個三十系列 中風果師在第三十 他講了一句話 他老人家講了 虛於被念佛之心 插那集結業之手 中風果師講 我們人從我們的口業 從我們的生業 從我們的意業 很容易是犯果師造業 就是因為我們的念佛太少了 你一不念佛了 你就開始造業了 所以結明妙行菩薩 中風果師 教我們天天要念佛 那為什麼要念佛呢 因為我們的阿蕾 因為我們的阿蕾夜市 都是第八一世 就是我們的喜氣 煩惱很重 喜氣煩惱相應了 沒有一個不造業的 所以要如何避免我們的身口一三夜 不要去造業呢 天天天念佛 該講的我們來講 該聽的我們要多聽 不該聽的我們要不要聽太多 該看的我們要去看 不該去看的不要看太多 到最後呢還是造業 那造業將來要受國報的 真的 所以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 我這一次呢 剛剛從台灣回來 參加我們師父上人的塗筆 那原本呢 三號塗筆結束了 師父要回家了 原本要回到 這個澳大利亞學歷 但是因為悟行師父啊 說舉辦了七天的三十七年 所以我就留下來了 那原本呢 那原本呢 最後一天就是二十九號的那一天 這個 在台北 林口 體育館 一萬多個人 本來要參加的 卡住啊 卡住啊 我們這裡有三十七年 所以跟我們的鄭總 能不能不回來 所以他老人家說 還是要回來 他回來了 參加這兩天 那土比啊 那一天結束了 那一天 老和尚 火化了 出來很多色力花 大家都知道了 希望啊 我們明年呢 如果有姻緣啊 既然我們沒辦法見到老師父 但是我們可以帶團 到台灣 去 頂禮 我們師父上任的那個色力花 去見見 那個真的很莊嚴 我們都是上去看了 而且 在那邊拍照 也燒香 給我們的師父上任 一種功績 因為我們師父都已經到西方極的世界了 我們只是希望今天的三十七年 希望我們師父上任呢 能夠呈願再來 來度化無量無頻的眾生 他老人家現在在西方極的世界了 我們今天做的三十七年 不是 不是 一種 超度 是一種 孝敬 對我們的師父上任 他老人家早就到西方極的世界去了 只是希望他 老人家呈願再來 那土比啊 結束了 有一位法師 七十六歲 那個時候呢 他就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 邪悟法師啊 師父已經走了 接下來的路 我們該怎麼走 師父已經到西方極的世界去了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走呢 我只能跟他講四句話 我說啊 快快覺悟 該看破的 那就好好看破 該放下的 好好放下 對人 對事 對物 不要過於执著 因為這些都是假的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的 今天零很多錢 當一個人往生的時候 哪一個是你的呢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一樣東西是你的 不要說外面的身外之物 量我們這個身體 不不是我們的 哪一件是你的呢 沒有 都是假的 都是無常的 所以啊 膽緊念佛 將來時間到了 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念佛求生西方極的世界 比什麼更重要 我們來到這個世間 已經流浪太久了 所以我為什麼說快快覺悟 你看哦 我們在這個人生啊 六道輪迴很久了 為什麼無法離苦得了 超越六道輪迴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不觉啊 我們迷了 以為這個身體是真的 以為這個事實真相是真的 都是假的 你明白了這個事實真相 你就能夠 對這個人生 能夠看得淡 看得破 看得想 所以啊 你能夠覺悟 接下来的路 左路啊 就是接下来的路 那就容易了 幸福自在美满 所以啊 尊敬的崔同修大德 要記得一件事情 眼睛閉下來 今天晚上睡覺 哪一個人能夠保證 明天 你能還不存在嗎 沒辦法呀 無常隨時都會來的 所以 好好念佛 是正確的 將來抵開這個世間 世間到了 親近阿彌陀佛 必什麼更重要的 所以啊 我很感動 我們師父上人啊 講了一句話 你想我 你就念阿彌陀佛 大家一起念阿彌陀佛 將來同生极樂果 我们就是永遠在一起了 所以 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 念念佛 只要你那個心有阿彌陀佛 師父上的人都在你的面前了 所以啊 還是老實念佛 比较好 比什麼更重要的 该上班的上班 该工作的工作 该睡覺的睡覺 有時間 还是老實念佛 對你有好處 沒有壞處 最大的好處 你不容易去造也 所以啊 這一次啊 生死心念 感谢你們 因为師父明天 要到泰國了 然后又到布丹 好了 我就回印度尼西亚 然后在西澳 西澳也有生死心念 西澳结束 才过来回来学历 那我在这个地方啊 请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希望能够提醒你们 你要小心 这个故事啊 叫做业力可不 就是说 我们的业力啊 很恐怖的 无论有时候 你怎么样回向 怎么忏悔啊 有时候的效果 还是这样 这个业力 这个故事呢 我以前啊 常常啊 在讲经当中 常常会讲给大家听 这个故事呢 是发生在哪里呢 这个2500年前啊 释迦牟尼佛在 极树极固都员啊 在讲这一部 佛说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呢 佛的弟子 藏水弟子 有1255个人 来参与 以16大弟子来代表 其中一个 叫做焦泛剥体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这个焦泛剥体啊 是泛女 翻成中文叫做牛丝 牛啊 牛 那为什么叫做牛丝呢 因为焦泛剥体啊 他每一天 他的嘴巴 就是像牛一样 吃草 一天到晚 就是在 在咬 在动 他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他的果报 他的果报造的业 造的口业 所以要小心 那焦泛剥体啊 过去生啊 是一位小沙咪 因为笑啊 一位老和尚 念经不好听 所以你们要记得 如果隔壁人家 在诵经念佛 你感觉不好听 你不要去笑他 你小心吗 你要小心 一骂他 笑他 哎呀 你老人家念经啊 真的很难听 像牛一样 这句话 惨了 一句话而已 这个老和尚就跟他讲了 就跟他讲 你要赶紧忏悔 因为我已经证得 阿罗汉国了 你不忏悔呢 你将会嫁地狱的 你想一想 焦泛剥体 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心里面 有没有害怕 很害怕的啊 天天痛哭流地 求忏悔 回向 忏悔 回向 每一天 到他临终的时候 痛哭流地 我们今天忏悔 还可以放松 今天忏悔 明天忘记了 是不是 哎呀 刚才我们做三十新年 是不是 大家拜忏 对不对 拜得好隆重 过了一个小时 又忘了 家贩剥体 天天痛哭流地 求忏悔 回向 求忏悔 回向 结果呢 他业力 还是难转 但是 原本 都在 五间 地狱的 因为 他的 遗报 都在 畜生道 做了什么 做了牛 五百事 所以啊 他的习气 还在 从这个故事 来看 你想一想 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今天 我们能够 闻到这句 阿弥陀佛名号 能够来 念佛 来忏悔 来回向 那真的 结果是 不一样吗 所以啊 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记得 焦泛剥体 如果他能够 把这些 忏悔回向 通通 回向 阿弥陀佛 西方纪的世界 果报 那就不一样 所以这些 阿弥陀佛 真的不可思议的 我们在 净土法门 里面所讲的 我们所念佛 回向的 靠的力量 不是靠 自己的力量 靠他的力量 他是谁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啊 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你想一想 你这一生当中 你的身口 一三叶 你造了多少的业 你要靠自己 来忏悔 回向 没有这个能力 还是好好念佛 把回向 通通回向 西方纪的世界 将来到西方纪的世界 没事了 所以啊 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从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你要好好 真的 你要好好念佛 你要老实的念佛 你要真念的 这句阿弥陀佛 用你那个心 发入忏悔的训练 真心的去念 恭敬的去念 就算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也能够灭无量罪 所以啊 好好念佛就是了 所以这个音缘呢 请跟大家提醒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的口也要小心 因为很多 无量节以来的业力 都是从我们的口也来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把你们那个嘴巴 盖住的 紧紧的 该讲话的 要讲 不该讲话的 一起阿弥陀佛 要记得 等一下走这个门出去了 听师父的话 你就不会犯错了 等一下走出门了 一到人 又开始造口业了 将来造口业 都不小心 你笑了一个人 那个老菩萨 已经真的安我安过了 那就死得很惨了 就好好 你们在这个音缘 好好用功 好好念佛 希望大家 真正的老实念佛 听话真感 将来啊 我们能够 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祝大家吉祥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 明天 今天 后天 明年 天天要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